评论 关注现在 影响未来 大家好 最近黄河大合唱的是 在很多很多公司的年会上是大行其道 惹得大家就是捧福大笑 那官媒啊 官方媒体 新华社啊 人民日报这些官媒的也也不甘寂寞 然后开始出文章专门来批评这种风气 认为说这种黄河大合唱不可以恶搞 你去玷污了这个抗日英雄形象 这样子 我解读一下好了 那首先第一点来说 中国政府一直在提倡他的一个四个自信 那其中道路自信呢 理论自信呢 文化自信呢 制度自信呢 文化自信是很重要的其中一项 对不对 那官媒受不了 跳出来来批评这个事情 说明他们在文化上已经失去了真正的一个自信 那这个黄河大合唱在 说实话是在抗日战争背景下面的一个优秀的曲目 本来说是很优秀的一个音乐作品 对不对 但是对现代的这个年轻人呢 就是80后90后甚至00后年轻人 应该失去一个号召力了 对不对 大家可能对他原有的这种精华是不太感冒 然后追求这种娱乐的效果 所以才有这种恶搞版的 在流行在互联网也好 流行在年会的现场也好 是不是 那中国政府需要反思你的文化自信在哪里 第一点 第二点说 整个中国大家知道整个 艺术作品的这种创作的氛围是非常糟糕的 基本上他各种审核 包括你出版书籍 你创作音乐作品 你创作影视文化作品 对不对 都阉割的非常非常厉害 在这样一个大管制的这个背景下面 说实话要创作优秀的 贴合时代背景的这种好的作品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面 包括那些娱乐节目也好 他们就走那种 对不对 娱乐致死的道路 他真的是满足现在社会这种快节奏 快餐的文化 然后就是 因为大家的精神压力很大 就让大家放松 就是这种用官媒批评的叫做低俗的文化需求 就好像东北的那个二人转一样 对不对 像赵本山很多小品 他经常去嘲笑那些残疾人一样 可能是这样他才有这些市场 这个是整个中国文化界需要反思 特别是中国政府需要反思的 你管制过多 你只会越管越死这样这个状况 第三点如果说我们要讲多一点的话 确实 那整个中国现代 整个社会的高速的发展 社会是急剧的变革 那社会的年轻人士在这里面是裹挟在其中 很没有安全感 当然也不光是年轻人士 所有的社会阶层都没有安全感 大家的生活压力非常非常大 他们需要这种恶搞的形式的这种 这种短片也好 短视频也好 或者说这种娱乐节目也好 他去麻痹自己 或者说让自己的精神可以得到一个放松 或者说一个情绪的鲜血 这是很重要一点 大家的整个的审美也好 确实在整体在下滑 这一个民族来说 这是更危险的一件事情 我希望说这件事呢 不光说官媒去批评一下 你更多的应该反思 那我们作为普通公众 我们应该要反思 我们到底需要怎么样的一个文化作品 到底需要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状态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 每天都有财经大事件发生 每天都有时局风云变幻 你可以无动于衷 但不可以装着看不到和听不见 用力拨开资本迷雾 让公众克服贪婪和恐惧 冷眼观察政治博弈 揭秘危机背后的真相 评论 关注现在 影响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